女孩以为接吻就会怀孕 孝草青过来时 她反手就给了一巴掌 胡安是萧萧的初恋 长相英俊 学生时代就是众多女同学眼中的香波波 与其相比 萧萧则普通的多 但偏偏胡安只喜欢萧萧 尽管萧萧对她的殷勤颇有防备 胡安依旧是死气白赖的我行我素 也因为胡安对萧萧的青睐 同班女孩却把萧萧视为敌人 屡屡因此受到霸凌 这让萧萧更加讨厌胡安 对她更是避之不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萧萧发现了胡安对她的好 每天放学她都会跟她一起走 就算是寒冬腊月 胡安也会坐在家门的石墩上 等她一起上学 萧萧心内的尖兵渐渐被胡安融化 她来到胡安家给胡安做饭 尽管在此之前 萧萧从没进过厨房 期间胡安向萧萧说起了她的童年 六岁时胡安父母便离婚了 胡安从小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两个男人的家从没收拾过 萧萧与胡安在一起后 会帮着她把家收拾整齐 为了给胡安做一条被子 萧萧向妈妈请教 尽管做得不好 萧萧也想把温暖带给胡安 从家里的小公主 变成了胡安家的家庭主妇 虽然正直年轻 但在胡安家浪费太多精力的萧萧 开始故此失彼 她的学习成绩开始下滑 对此萧萧并不后悔 因为胡安需要有人爱护 来弥补她失去的母案 萧萧是一个十足的违心主义者 她常向胡安要求承诺 但胡安却认为承诺是世上最不可靠的东西 萧萧妈妈看到萧萧的成绩下滑 勒令她不许再去胡安家 但倔强的萧萧 依旧给胡安亲手做每一顿饭 最终萧萧高考失利 胡安却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当初妈妈的训斥敬意与成称 高考过后 萧萧并没有去上大学 而是进入了一家酒店工作 工作很辛苦 薪水也很低 尽管如此 萧萧还是把大部分的工资 用作给胡安买书添置衣物上 尽量给胡安更好的求学条件 不让同学看不起她 虽然两人早已经是恋人关系 但当胡安第一次突然吻上萧萧时 萧萧却打了她一个耳光 她不是反感与胡安接吻 只是从小单纯的萧萧 认为接吻会让人怀孕 萧萧并不理解胡安青春期的躁动 她只是觉得这些亲密决动 是在侮辱她而已 这个耳光并不重 却把胡安打哭了 他们第一次来高档饭店吃饭 看到西装革履的胡安 萧萧一直憋着笑 席间两人推背幻展 萧萧带着醉意问胡安会不会娶她 胡安每每听到这话都会慌乱不已 含糊其词地应付过去 随后便是两久的沉默 萧萧知道胡安想表达的是什么 但没有办法 她深爱着胡安 两人其实有很多次机会能愉悦耐道看 但每次胡安都能杀住车 跑到一旁抽烟并冷静下来 萧萧也终于发现胡安手上的伤痕 她为了冷静下来用烟头去烫伤自己 可这样的结果 便是堆积的火山爆发 这天 萧萧与胡安约好了去滑冰 但前夜萧萧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天一亮她就来到了胡安家 从窗檐上拿钥匙开了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女人的血 她只觉得诧异 但很快就阻止了胡思乱想 为胡安做起了早餐 做好早餐后叫了胡安几次 胡安却一直没起来 萧萧疑惑地推开了胡安的房门 萧萧逃难一般地离开了那个家 路上险些被车撞到 停下来的萧萧忍不住吐了出来 被扶上计程车的她不住地哭泣 回家后 萧萧回想起那个画面 再想起自己与胡安接吻的情景 两者重合起来更是恶心 女孩去给男友做早饭 推开门却看到不堪一幕 男友正和别的女人颠乱捣风 她每每回想起这般场景只觉得恶心 胡安很快就找到了萧萧家 担心萧萧会做傻事 她进门就把房间里的力气收走 然后点了一根烟 烟过心肺后 胡安说起了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 因为妈妈的离去 她开始憎恨所有的女人 在15岁时 她被一个大她12岁的女人带上了床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凭借自己俊朗的外表 胡安发现这样并不需要付出感情 只要自己需要 那些女人就会爬到自己床上来 而跟萧萧的开始 只是因为自己与同学的打赌 但慢慢地 她发现萧萧是那么纯洁 干净地像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 她不忍毁了萧萧 因此她每次都能杀住车 因为她知道 萧萧与其他女人不一样 即便胡安说了很多 萧萧还是不理解 她让胡安走 她一辈子都不想再看到这个男人 虽然两人已经分手 但两家距离不远 萧萧还是经常能在路上看到胡安 每次看到她 萧萧都会觉得自己的心碎成很多块 她忍不住去想 胡安会跟不同的女人上床 那么在她心中自己算什么 分手后 萧萧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父母一起 这天她包了饺子 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吃完 萧萧却突然想起 胡安或许很久没吃过饺子了 她带上装着饺子的饭盒 再次来到胡安门前 还是从窗檐上拿到钥匙进到屋内 房间灯亮着人却不在 萧萧看到胡安的日记 忍不住翻看起来 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时抱着几包泡面的胡安回到家 看到萧萧 她整个人都呆住了 不等她开口 萧萧赶紧说到自己指示来告别的 她要去南方了 随即就打算离开 胡安拦着她 两人对视片刻 胡安便吻在了萧萧脸上 但萧萧马上就想起那天 她推开胡安跑出门吐了起来 她发现自己不能再接受胡安的吻了 胡安健壮 绝望地跟萧萧说 自己会离开这里 不会再让她看到自己了 男人跪在大街上逼女孩嫁给自己 转眼就与别的女人结婚 还口口声声说 只是为了还女孩自由 距离胡安消失已经过去几年 除夕夜萧萧家的电话响起 本以为只是普通同学的问候电话 传入耳中的却是胡安的声音 胡安说自己现在已经成熟了 这些年一直忘不了萧萧 她请求萧萧原谅自己 再给自己一个爱她的机会 萧萧忍住哽咽没有回答 把电话挂断 但没想到 胡安追到了萧萧工作的酒店 萧萧只能躲着胡安 下班时看到她站在酒店门前 就好像那年在学校门口一般 只是彼此老了几岁 萧萧知道自己不能再躲了 两人走在街上 胡安再次诉说自己这几年对她的思念 她想萧萧求婚 让萧萧嫁给自己 萧萧却说到自己不可能嫁给她 因为自己不爱胡安 胡安不解 如果萧萧真的恨自己 为何还与自己见面 萧萧只能坦白自己的确还想念胡安 但是不能原谅她 所以请胡安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胡安不依不饶 这个世界并不如萧萧想得那么干净 她说起从前那些美好的事 试图让萧萧回心转意 最后萧萧被缠得没办法 她让胡安当街跪下求婚 萧萧笃定胡安不会 却不成想胡安听罢便罪下 见此情景的萧萧赶紧逃离了这里 她对胡安的信任 从她冰天雪地在家门等她开始 从她身下躺着其他女人而消亡 这个坎儿 萧萧一直没能跨过去 胡安看着萧萧的背影 大喊到她三个月内就会结婚 萧萧也没想到 她说的是真的 在婚礼上看到萧萧的胡安 视为视地亲吻着新娘 回到家 萧萧哭着把从前的日记烧掉 电话响起 没有声音 萧萧知道是胡安打来的电话 胡安问到萧萧 是不是在等自己的电话 萧萧也直言不讳地 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胡安说道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萧萧 为了让萧萧彻底忘了她 为了大家都不再互相折磨 让萧萧多多保重 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徒留萧萧蹲在床边气不成声 胡安成家后很快就有了孩子 之后很快就去了美国 当萧萧知道这是时 胡安已经人在美国了 直到后来同学尤凯找到萧萧 萧萧才知道胡安回来了 时隔几年两人再次相见 气氛甚是尴尬 先打破沉默的还是胡安 说这次回国是为了离婚 话不过三寻 两人还是说回了对方身上 胡安直说 自己与萧萧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萧萧眼里的世界很美好 而自己眼里的世界很阴暗 这是胡安与萧萧最后的一次见面 即便胡安出轨的事情 已经过去八年 萧萧还是忘不了这件事 也忘不了胡安 渐渐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 萧萧意识到自己应该忘掉胡安 也该有个家了 但是见了几个 萧萧也看不上 直到同事介绍的一个退伍军人胡敬 萧萧看到他 便想到胡安也是那么高 甚至性格也很像他 两人便试着约会 胡敬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人 萧萧很欣赏他的品格 但是当两人亲近接吻的时候 萧萧却再次想起了胡安 与胡敬有肢体接触的时候 萧萧总是很不自然 他不知道胡敬是真的喜欢自己 还只是一个情场老手 萧萧在心里 反复地肯定与否定着这个胡敬 但渐渐地萧萧发现自己会想念他 一旦联系不上 萧萧就会心急如焚 他真的喜欢上了这个胡敬 胡敬经常忙着生意 萧萧却想要自己是他心里的第一位 他问过胡敬无数次 他到底喜不喜欢他 他也很享受胡敬与自己亲近 但最终他们没有跨出那一步 最后一次胡敬送了萧萧回家 说到自己会去一趟外地 便消失在风雪之中 再也没回来过 认萧萧如何寻找 他再也没出现过 萧萧甚至骗自己他可能出事了 尽管他们只见过几次面 胡敬却在萧萧的心里 落下了很深的印记 介绍人看着萧萧这般状况 逼着胡敬给萧萧回复了电话 胡敬直接说他们不合适 以后就尽量不会见面了 萧萧被这个善变的男人激进逼疯 一个第一次见面就吻了他的男人 第二次见面就搂着自己的男人 现在说与自己不合适 萧萧就觉得自己像一块妈布 被人拿来擦了桌子 擦得干干净净 最后却被扔进了垃圾桶 殊不知被当成妈布的他 原可以成为锦衣华服 经历这两段感情的他 精神最后崩溃 住进了医院休养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小伙伴对影片有其他的看法 可以到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你们只说好故事的悬疑哥 咱们下期再见